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是第一次见 引起了不少途人的好事 他走远了不行 快九岁了 狗狗啊 好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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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是不是太胖了 走不动了 还可以啊 我们走远了就退口 小猪猪啊 我都走不动了 小猪猪啊 真的像个小猪猪 好热啊 太胖了 看来大家都一致觉得 扭扭真的太胖了 柳叔这一魂真的不知道哭还是笑好呢 人要减肥就听得多 狗仔也要减肥听过没有呢 走着一朝 柳叔走不动了 哎呀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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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柳柳也走不动了 你看 走两步就趴向地 不过这个时候 柳柳好像发现了些东西 他开始激动起来 一朝都没见过他竟活跃过 他发现了什么呢 原来是雪糕啊 看来还是刘叔明白 柳柳身里面有些什么 看他多么兴奋 拿个大福定给我们哥哥吃 我从来比我頂さ 小太小杰鱼有连纯吧 他最喜欢吃什么呢 最喜欢吃那个摩托鱼的东西 那种炎鱼 每天都叫我到那里去 到了那个店里就发到那个玻璃墙上 就看到 非他人就买来以后才离开那里 不然他不走 你看他呀 吃得比是这样滋滋微微 还烫了脚 是多久 但是放位置 选择最加位置 你看,連跌在地上的雪糕都不放火 跌在地上就不要了 難怪它會生得那麼肥呢 原來這麼廢食 這樣的生活實在是太少緣了 但它慢慢想不到 很快,它的生活將會發生重大轉變 小胖子跟小胖子狗 你覺得你幫我嗎 你們交要你撿回我,你告訴我 我自己在撿回 那是有什麼辦法撿回的 我是天天求日內的吧 我看到你現在進來的地方 等會我還要去爬山,應該有用吧 某叔心想,小朋友都知道要減肥 再看扭扭,可能他真的肥了一點 我覺得你應該少吃一點,可能你再問一下 是不是挺能吃? 的確嗎? 的確 那哥哥也能吃,所以哥哥現在要減肥要好吃 要運動啊 肯定的 想不到柳柳的命運就這樣被改變了 今天柳叔開始為柳柳的減肥做功課 這個是富貴賓也隨著來了 父親人類於此,備受寵愛的哥哥們也是這樣 那我這個哥哥運動他也不喜歡 他放了錢,皮下都是 看到柳叔這麼專注地翻查資料 看來這一次減肥計劃是世在必行 第一招,飲食 柳柳真的沒想到,柳叔居然首先從他最歡喜的食方面炸起 他喜歡吃零食,因為吃的餅乾啊,柱子啊,蛋黃啊這些 都吃,嘴很慘的 他應該先問那些怎麼吃都不怕那些哥哥 其實今天柳柳已經吃過東西 但是通常在柳叔吃飯的時候,他都不會放光 就是他找你要,他炒的要吃 你不叫他叫,他就不停地叫,叫你給他 你看,他又開始叫了 為了讓柳柳減肥,柳叔唯有炸踢不到 雖然柳叔不加餐給他 但是柳柳還是在他身邊爛死不走 最後 最後 吃很多柳叔 唉,柳叔最終都是敵不過他楚楚可憐的眼神 爛落陣來 柳柳成功得到一塊骨 然後就 一塊摺一塊 一塊摺一塊 劉叔 其實你還記不記得柳柳格下在減肥的呢 這個做完了 劉叔真是收他不行了 雖然第一輪減肥計劃遇到阻滯 但是這樣並沒有令劉叔打笑為扭扭減肥的想法 今天他又有新招了 第二招按摩 第二招按摩 來,輕鬆一下 我看那個中平包公的屋室裡面有 主人給那個狗按摩 狗應該也像人一樣可以按摩 好 劉叔幫柳柳按摩的時候 就像對待一個小朋友一樣 不過你看一下 柳柳身上的肉一層層的 看來這次的減肥任務真是很尷尬 現在才有張女的 不就是呀,怎麼能夠在女孩子面前說牠肥的 第三招 运动 为了令柳柳可以瘦身成功 运动是不少的 但对柳柳来说 可能也是最困难的 毕竟平时她都是坐惯车 今天有个游园活动 来了很多人 现场很热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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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柳柳一开始那么兴奋 还和其他的狗狗打招呼 很快就知道什么叫三分钟热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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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逼它们还是玩不一会儿的呢 运动量不够 来 来 也不够 没法子呢 刘叔唯有被他坐翻车 休息一会儿 天气很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要防止中暑 过干的就是给他喝的水 然后在地上淘点水 他就爬到水上面 因为这种狗 他本身胖的话 他就先早爬着 这样我自己知道 他今天走到水上的地上 他就不停地爬到水上面 降低温度 你看你看他刚才过了水 以后在水上爬了以后 他现在可以走了 可能他不想走 原来柳柳因为肥 怕热所以行不动 果然最了解柳柳的人 还是柳叔 虽然柳柳最终开始动 但是也都只能够一步步地慢慢走 天气肯定是 都已经见不得回 走着尾巴 他体力状况好 他说尾巴是卷起的 但是他在体力下降的时候 尾巴就下来了 看来扭扭 开始有点体力不知 而陪着他的流叔 也都陪了 这次太可以了 自己走都还要我帮你 就在这里坐一下 柳叔好爱柳柳 其实他不忍心 看到他太辛苦 把他当成一个家庭成员 来对待的 就是我们吃任何东西 也会考虑到他 过年过节我们去训练 我们也会说 给我们牛牛带他喜欢吃的东西 原来柳柳曾经得过一次重病 看了很多医生 所有的那个有名的宠物医院都看了 医生都是建议把他安落死 因为把他治好 那法律代价很高 很多人啊朋友啊都说 把他放弃 舍不得 这会花了四个月吧 每个星期待他去打针 上药 终于把他治好了 柳柳好像知道 柳叔对他的付出 他们自己的感情变得更加好 是有年轻的动物 来 听话 哎呀 聊了 聊了 今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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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眼睛都眯了 眼睛都眯掉了 你看没 起床了 来 刘叔就来六十岁 和牛太一切 他又在家里 要训练舞蹈啊 除了扭扭之外 刘叔原来还养了几只猫 这个叫咖啡猫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柳叔都会和他们玩一会儿 小动物在一起 他能够心情放松 让你比较愉快啊 有些事情就到了 有种很好的退出动物 大家有所不知了 其实刘叔对猫有点过问的 每次刘叔只能够在猫房蹲一阵 要出来 但他还是不舍得离开 你看这个性格很好的 说你都不信了 他是牛太最好的朋友 这个是他的朋友坦坦 坦坦坦坦 他们自小一起玩大 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扑哩哩 不过这一阵子 扭扭减肥实在太过累 玩一会儿就忍不住要爬低 最后坦坦选择 在旁边整整地陪着他 不是你说好 坐过回吧 比较忙是吧 我还说 小孙子回来跟他们一起玩 那行吧 行吧 你们先忙吧 爸爸这个周末又不回了 不能跟你玩了 刘叔有个儿子 家下在深圳工作 后来也在那里结婚成家 而刘叔和刘太 就在广州过着退休生活 扭扭就陪在他们的身边 现在是八岁半 相当于五十多岁 才退休这个状态 跟我一样 其实刘叔帮偶偶减肥 并不是一时兴起 就像我们胖一样的 太胖 内脏的负担重 怕神病嘛 怕他得一些高血压 这些病 身体状态正常的话 应该能够活到四五六年 你就慢慢保住身体 调整好 要是能够尽量的 跟我们做半时间长一点 对吧 才能够活十六 最好十六年 那么还可以跟我们在一起 生活七年八年 我最喜欢这样的 虽然个儿子周末不能够回来 刘叔有点失落 但是还是有值得高兴的事 虽然还没达标 但是这个好消息 还是令到刘叔好兴奋 我觉得好像他比以前瘦一点 因为比瘦还增加了油效果 哥仔竟然说了周末不回来 那不会是哪一个呢 啊 耶 劉叔真是很高興,在離關於減肥的事,他已經忘記了一乾二井 柳柳減肥的故事的確挺過癮 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劉叔把柳柳當成家人一樣,去悉心照顧 所以才是養到肥脆脆的那種 但其實養充物和教育小朋友有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雖然痛惜,但不能夠力外 愛他,就要學會約束他 從中我們也感受到,其實老人家的需要就很簡單 一些些的陪伴,或者就能夠令他感覺到溫暖 好了,李奇的故事就到這裡 如果想了解他主要有什麼時候更多的資訊 歡迎去到我們的騰訊微博和新浪微博看看 也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微博的報料 日敬採用還有獎勵 正所謂 八個美人半身材 遙張體重減下來 退休老人久作伴 樂也容容 真有愛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